大家好 現在是7月13日 星期五十一點零七分 後面這間店賣了2600萬 現在正在中環 你們有興趣的時候 我們一邊搞很多walking tour 到西環不同的地方 走街看店 你最可以sign up 我們接下來七月二十幾號才滿了 八月份又會再加長 總之帶你下去 只適合800萬資產以上人士參與 好 這裡 看看這間店 就是這個讚善你 11日地下A店 就是這一間 成交了不是2600萬 是2500萬 這裡讀色詞給你聽 我一邊講一邊轉彎給你聽 說的是一間cafe 回報低 23000元 因為現在超級的 租約的時候 17年10月之後 還有兩年的續約權 現在是續約期裡面 這是讚善你 這裡裡面 這裡鬼影都沒有 關張數也數不到人 但就沒辦法 就是這樣價錢 這個位置 這個cafe 這個後面就是大館 大館的東西不要說 先看著 這間讚善你這個cafe 拍這個cafe 看看這個圖籍 這個吧 這個門闊也挺闊的 因為這個本身住宅契 我想住宅契的時候 可能他買進來 就要給那些 如果用有限公司買 要多給30%的Stand duty 成本就很沉 這個門挺闊的 也有19呎面 這間整棟大廈 深的時候 大概25-30呎道深 25-30呎道深 如果計算壓位的話 整棟大廈看看 這裡 但是這裡晚上就聚人的 因為這裡斜路得來 又平靜的 那些人酒吧也好 那些人消閉也好 都OK 因為它又不是去到太入 但是又貼過來 在出這個位置圖的時候 跟你說說先 出來這邊 這邊又會近一點 展示給你看 走一走出來 這邊出來就是歐比利街 歐比利街上面的時候 就是伊利近街 史丹頓街 之後再下去 那邊伊利近街 史丹頓街 之後再下去下面 就是荷里活道 上面那邊就是Kane Road 這條街的時候 你看到不好就是很斜 一很斜路的店舖 一般我都避忌 很難買賣 很大例外就是蘭桂坊 但我都避忌 帶百貨百客 會有人成交 但這斜得路 也就進到這邊 就特別便宜了一點 這一間屋 就成交了2500萬 就是這個大館 如果你知道 大館的時候 這個建築群的時候 大館就說中央警署 就是之前 什麼維多利王后的監獄 過來這邊 看車子 你小心 什麼維多利監獄 歐比利街16號 現在就一百年左右 就開始對外開放了 日明大館 搞完一大輪活化後 5月29日開始的開放 一大秋的夜人馬會幫忙管理 域托里皇后 中央裁判司署 另外有警察總部的大樓 再轉個圈給你看 我還沒進去 遲些有機會進去 但我女兒去過那天來不到 下面很旺的 下去在荷里活島 那時吹噓大大駕鋪的時候 開了大館後 怎麼會活化了 這裏就變旺了 但是不是 自己看吧 但今天下月比較靜 可能晚上才能看到 前面那裏也有些酒吧 但一去到斜路 一般 最主要小心點 這間店 住宅很難去留言 我想買到這間店 可能會博收購 重建 所以很難去留言 但放在這裏 中環2500萬 有個店舖這麼大間 又真的沒有 這間店 如果一放在SOHO的時候 又可能要去到 我想起碼 起碼要去到4000萬 有這個門面 又這麼寬 所以 恭喜買家 要給我分數的時候 這個就百貨百貨 看自己心情 5分這個市價 10分就超便宜 1分偏暗 我覺得這個都 如果2500萬這個位置 我覺得一個市價位是個5分位 也好 恭喜買家 好多句 讚善你這裏的時候 一般沒什麼成交的 對上一次成交的時候 都去到16年的5月份 5月份 4月份的時候 就去到那邊1、2號鋪了 很遠那邊 很入的了 拍給你看 那裏就2200萬 又是1100萬 只有資子 但那裏去到16年的市 最近這兩年的時候 暫時你這裏沒什麼成交 你現在也要賣了一段時間 是要所知道的 恭喜買家